女巫师花灵因为受到一份巨额委托 她便带着自己的助手凤吉 坐上了前往洛杉矶的航班 据说有一个美籍富豪的孩子 从出生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哭泣 很多医学专家都对此束手无策 由于一直在医学上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于是富豪便在别人的介绍下 联系到了韩国的特殊人群前来一探究竟 也就有了女巫师花灵的这趟委托之行 在富豪管家的带领下 两人很快来到了一家医院里 也见到了那个只能利用药物 才能平静下来的婴儿 因为已经了解过具体情况 所以花灵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轻吹了几声口哨 而这正是她用来试探灵体的一种特殊方式 随着仪式结束 她询问走进来的家属 家里是否有过类似症状的人 比如孩子的父亲或者祖父 听闻此话 孩子的母亲和管家顿时一惊 迅速小声交流了一番 经过一番商议后 最终决定带着花灵与孩子的父亲见上一面 在车子的快速行驶下 众人很快抵达了委托人的豪宅 也顺利见到了这个名叫智龙的富豪 他告诉花灵自己大哥也得过这种地 但大哥却在不久前死在了精神病院 而他的父亲也在间隙性的犯病 所以他不确定 这是不是某种隐性的遗传疾病 花灵表示这样怀疑也没错 毕竟一个正常人第一时间 能想到的可能也就是遗传病 但很显然现在的这种情况并不是 因为从他进入这栋房子开始 花灵就感知到了有阴影在无形中 压迫着智龙家族的血脉 而这种情况一般被称之为木蜂 简单来说就是他家的祖坟出了问题 可能有某位仙人因为在墓里待得不舒服 而开始发疯 以至于血脉下的长子或者长僧遭到了报应 如果不及时处理 恐怕后面会灾祸不断 得知这些的智龙急忙询问该怎么做才能破 花灵笑着表示这需要花钱请人 因为只靠他和自己的助手根本不行 而他要找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风水大师老崔 以及葬仪师荣根 两人以破木千粉为生 老崔凭借着一手捏土肠胃的方法 就能判断出这块地好不好 而荣根作为葬仪师 举办葬礼或者其他的仪式都由他负责 要知道标准的礼仪不仅能确保侍者能够安息 就连整个家族也可以得到心理上的安慰 所以多年以来不少有钱人都会找他们看风水选目的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相信他们这种迷信的做法 可用老崔的话来说 人们依土而生 踏土而活 生死轮回 肉体死亡后便归尘归土 而他正是卫生者和死者寻土找地的风水地观 所以老崔认为在相信人的眼里 风水地理其实也就是宗教与信仰 靠着这样的专业 两人在国内也算过的风生水起 然而这天晚上刚回国的花林 第一时间就带着凤吉找到了他们 因为几人以前打过不少交道 所以在短暂的寒暄过后 花林直奔主题 说出了美籍富豪的高额委托 只要他们答应联手解决此事 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五亿韩元的报酬 同时花林也把自己了解的具体情况讲了一遍 虽然这笔酬金相对来说非常高 但老崔还是问了句 与此同时另一边 委托任志龙的母亲在得知儿子要动祖坟后 便开始劝解他 这都是虚假的迷信 不可置信 然而当一阵诡异的哭声莫名的响起时 他和自己的父亲以及刚出生的儿子 竟然同时不由自主地痛哭起来 这种情况的发生更加坚定了志龙动祖坟的决心 于是他很快就返回到了韩国 见到了花林等人 此时的老崔虽然也答应了邀请 但他却表示要在看过富豪的祖坟后 再决定是否真正的参与 可志龙却希望他们能直接签坟或送去火化 因为对于此事 他家里的父母和亲戚都非常反对 而他这一次其实是偷偷回来的 所以动完后还需要严格的保密 不过不管他怎么说 老崔坚持等看了墓地再说 众人就这样一路开着车子 踏上了前往祖坟之地的道路 找到了那块荒废已久的墓地 看情况志龙的家族从来就没人过来 祭拜或者打扫过 老崔表情凝重地看了一眼墓地 随即蹲下身子 藏了藏地上的泥土 接着他走向高处 环顾了一番周围的山水滴脉 没想到看完过后 却毫不犹豫地扭头就走 回到车上的荣根等人 询问不接这活的理由是什么 老崔表示他有着40年寻土找地的经验 可这里却怎么也看不懂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儿绝对是一个闻所未闻的坏地 如果对这种地方下手 他们这些人就等着被厄运缠身 死无葬身之地吧 听着老崔严厉的话语 挤人的内心也动摇了起来 毕竟酬金再高也得有命拿 然而等众人回去之后 志龙拿着刚出生孩子的照片 不停地祈求众人能帮帮自己 原来在此之前 他已经夭折了两个未出世的孩子 这好不容易得来的第三个孩子 他无论如何也不想放弃 看着他不断发抖的双手 花林突然向老崔提出了一个方法 他们可以在一葬时 举办一场萨满驱魔的仪式 这是古老东方传下来的一种祭祀传统 俗称跳大神 也就是祭拜神灵 祈求神的保佑 听到这里的老崔问了句 他这个钱是非正不可吗 拗不过花林和富豪的请求 众人最终决定试一试 没多久 智龙就背齐了所需的东西 老崔还特意嘱咐他 找来了五个年轻力壮的男人 将五头贡品珠和五哥 属珠的人绑到一起 让他们来挖开坟墓 而地下的灵体如果想报复 就会转移到珠的身上 而米娜只需要斩杀贡品即可 随着一切就绪 荣根念起了整个仪式的开场白 或许日子 再用这个帐ル як太富且 神兄 哲 秩座 绍 随着仪式的进行 作为牧主孙子的智龙 对着祖坟连敲了三下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个巨大的土坑浮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而挖了半天的男人也终于看见了棺材的盖板 于是祭祀仪式迅速结束 工人们被撒上盐纷纷走了出去 而老崔和荣根则来到了坑里 刚一下来他们就感觉到了一股明显的寒气 随后两人不由分说开始检查棺材 荣根惊讶地发现牧主所使用的棺材 竟是非常珍贵的桂木 要知道在他们这里一般只有皇族才会使用 不过不管怎么说还是得尽快移走棺果 于是在众人的合力下 棺果被抬上了车 因为委托任志龙并不打算另选宝地 所以准备直接送往火葬场烧掉 老崔让荣根先行一步 但叮嘱他注意千万别让人打开棺果 荣根笑着表示自己可是曾经入恋过总统的人 所以这点他大可放心 等他们离开后 老崔往坑里扔了一枚硬币 随后破木五人组再次开启了填坑模式 随着乌云聚集狂风大作 只一瞬间滚滚黑云就笼罩在了众人的头顶 请客间便下起了暴雨 刚准备离开的老崔急忙来到了委托任志龙的车边 他表示按照他们行业里的说法 如果雨天火葬 那么已故之人就去不了好地方 可能会间接导致子孙后代贫富贵贱 当然不管志龙是否认为这是迷信 老崔都提议 先把棺材暂时放到医院的太平间里 等到雨停后再进行火化 志龙虽然有些犹豫 但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于是在荣根的运作下 附近一家常年打交道的太平间管理员 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当棺材被放进去后 老崔叮嘱荣根在此好好盯着 他准备去附近山上的寺庙里打听一下情况 说完老崔就离开了这里 然而没多久 太平间的管理员再次找到了荣根 似乎是看到荣根还没吃饭 管理员让他可以先出去吃个饭 荣根想了想也对 饿了一天还没吃饭 于是便独自一人来到了旁边的餐馆吃起了饭 可他没想到的是 管理员看到棺木的豪华后 便偷偷打起了陪葬品的主意 当花林和凤吉赶到太平间时 棺材已然被扒开了一条缝 随着画面一转 当荣根和老崔来到病房里 见到正在休养的花林时 花林流着鼻血告诉两人 他感知到有一个超级凶狠的东西 从棺材里跑了出来 与此同时 在美国洛杉矶的豪宅里 委托人之龙的父亲正坐在轮椅上 喃喃地望着窗外 就在这时 一股低沉的声音喊出了老人的名字 听到这个声音的老人随即叫了去父亲 他抱怨这里到处都是好吃的 可自己却又冷又饿什么也吃不到 说着就将手伸进了老人的胸口处 然后一把攥住了老人的心脏 直接硬生生地夺走了他的生命 随着老人的死亡 恶灵又将目光锁定在了智龙的母亲身上 自从得知 从棺材里逃出来的东西 可能在疯狂地寻找后代 老崔便急忙给智龙打去了电话 同时也朝着对方的酒店 正在快速地赶去 可因为在洗澡 智龙并没听到桌上手机的震动声 与此同时 花林和凤吉 以及荣根三人 正在准备举行仪式 他们将绳子绑在凤吉的身上 准备由他担任容器 来召回并抓住逃跑的墓主灵魂 绀佛 水距 stats 早上 水距ưở 说完凤吉就呕吐了起来 显然牧主已然离开 此时在酒店里的智龙终于收到了老崔的电话 老崔在电话里告知他出了点事 现在自己正在赶来 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智龙本想先过去开门 不曾想外面竟然传来了另一个老崔的声音 智龙瞬间被吓了一跳 电话里的老崔似乎听出了不对 便询问他发生了什么 智龙反问他既然已经到了门口 为什么还要打电话 老崔急忙解释自己还没有到 那个人不是他千万不要开门 老崔告诉他赶紧远离门口 靠近窗户 六神无主的智龙只能按照指示来到了窗边 可没想到老崔突然让他打开窗户 随着一阵邪恶的笑声传来 转过头的智龙看到了此生难忘的一幕 当外面的老崔在服务员的帮助下打开了门后 殊不知此时的智龙已然被爷爷附体 诡异的是智龙站在桌子上 竟然摆出了日本殖民时期的军人姿势 说完后他便口吐鲜血瘫在了地上 老崔见此急忙催促服务员去叫救护车 与此同时花林三人也将棺材抬进了车里 荣根打电话让老崔赶紧得到智龙的许可 只有他同意众人才能去烧掉墓主的尸骨 来阻止对方继续害人 这一幕让老崔大为震动 而当他抬起头时却正巧看到一个身影 消失在了窗户的反光里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病房里 意识到不妙的老崔只能通过管家 联系到了智龙的姑母 因为现在他才是委托人一家 唯一可以决定将棺材火化的人 老崔蒋明了所发生的一切 如果要保护那个婴儿 就必须马上烧掉棺材 虽然姑母并不愿意火化自己的父亲 但在得知长森即将出现危险后 他犹豫了一番后还是允许了火化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众人马上点燃了 早已放进了焚烧炉的棺材 而此时在美国的病房里 一只魔掌竟然已经缓缓地伸向了婴儿 就这样 虽然这次破幕的结果很难令人接受 但总算告一段落 然而不久后 老崔却突然收到了当初破幕时 其中一个挖掘工人的电话 等他根据地址赶到后 男人正躲在被子里瑟瑟发抖 他惊恐地表示 之所以现在自己会变成这样 就是因为他在墓地里 馋死了那条蛇 随后男人哀求老崔 去找到那条蛇的尸体 并超度好他 否则自己根本活不了多久 尽管实在不想回到那个墓地 但为了救人 老崔还是只身一人来到了这里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老崔顺着原来墓地的位置向下挖 竟凭借自己年迈的身体 生生掘开了坟墓 没用多久 众人就赶了过来 看着眼前的棺材 几人发现 他和之前的豪华棺木不同 不仅粗糙丑陋不堪 上面还缠绕着奇怪的铁链 不管怎么说 既然这是治龙家的祖坟 那么棺材里 也很有可能是他们的祖先 老崔提议 先把棺材挖出来 放在山上的寺庙里 等问过治龙的姑母在做处理 征得了寺庙唯一一个僧人的同意后 众人将巨大的棺材抬进了屋内 并用糯米和马鞋 在周围布置了一个结界 以防可怕的是再次发生 过了没多久 治龙的姑母收到消息后 也赶到了这个寺庙 老崔等人想要看看 他该怎么处理 可姑母却告诉他们 这个棺材 他根本就没有听说过 甚至可以确定里面的墓主 并非他家的祖先 老崔两人询问他 为何这么确定 于是姑母讲述了一个 他们家族隐藏了很久的事实 原来他的父亲 也就是治龙的爷爷 其实是一位卖国求荣的亲日大韩奸 当年为了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日本人 他甚至抛弃了自己韩国人的身份 而这个目的是当年一个名叫 村山淳二的日本风水大师所选 但姑母想不通的是 自己的父亲作为大韩奸 为啥日本人还会给他选一个 如此凶恶的目的 不管怎样 讲述完这些的姑母 让老崔几人 看着处理那个棺材就行 因为治龙已经死了 之前他承诺的委托金 姑母表示自己会帮忙支付 说完老人便离开了这里 接着四人经过一番商议 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带着棺材去火化 在吃了一顿饱饭过后 众人相继找了个地方入睡 因为只有花林一个女人 她打算在车里将就一晚 也趁着这个机会 她联系到了和自己同样是巫师的姐姐 询问对方 是否听说过一个名叫村山淳二的 姐姐表示 在殖民时期 她的师父曾见过对方 那家伙全身一骨子腰气 很是厉害 师父曾经断言 此人是个狐仙 这天夜里 正在熟睡的荣根和凤吉 竟相继遇到了鬼压床 在迷迷糊糊中 凤吉竟看到寺庙里的僧人 站在了自己身上 身躯无法动弹的他 努力用手指在旁边写起了经文 凤吉明白 那僧人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在自己的梦里 于是便起身准备出去看看 然而在寺庙里找了一圈 都没有见到僧人的身影 最后 她检查了一番放置棺材的仓库门锁 便打算继续回去休息 就在这时 临近寺庙的一家畜舍里 突然传来了一阵毛骨悚然的声音 面对如此可怕的一幕 凤吉直接头也不回的往饲料跑去 回去后 凤吉直接叫醒了花林 然后 两人一同来到了放置棺材的仓库 他们看到 马血和糯米并未被破坏 但棺材上的盖板 不知何时已然破裂 缠着棺材的铁链 也纷纷断落 看到这些的花林随即抬起了头 只见仓库的天花板 已经破了个大洞 看来有东西冲破了棺材板 直接飞了出去 她让凤吉赶紧去叫醒其他人 而独自留下来的花林 则慢慢地靠近了棺材 接着便见她从棺材里 掏出了一样东西 仔细一看 竟是一个武士头盔 还不等花林思考 这是什么情况 门口突然传来了一阵 铿锵有力的脚步声 对方看到 花林后直接就问了剧 你是人类吗 反应过来的花林迅速跪在了地上 然后用日语谎称 自己不是人类 而是她的仆人 巨人听后反问她 有没有准备好银鱼和香瓜 花林虽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但还是用颤抖的声音 表示自己会尽快准备好 不曾想 巨人竟没了反应 等到花林缓缓地抬起头后 却听到对方说了句 原来是个人类 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 花林二话不说 就冲了出去 当凤吉被扔在地上后 怪物正欲对花林下手 随后鬼火消失在了天际 花林急忙跑过去 查看起了凤吉的伤势 然后将他紧急送往医院 在凤吉展开急救时 寺庙里发生的惨案迅速上了新闻头条 只不过造成这一切的凶手 被官方判定为了山上的野雄 在等待凤吉的手术室外 花林告诉老崔 那东西不是鬼也不是魂 而是精灵 老崔不解什么是精灵 花林表示她的奶奶曾说过 精灵是动物或者人类的灵魂 附在某种事物上所形成的 因为存在的条件非常苛刻 所以一旦出现 基本上很难被消灭 而不久后 凤吉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却一直处于昏迷中 花林找来了自己的姐姐和侄女 来帮忙照看她 而老崔则根据花林提供的信息 查到了一些隐蔽之事 原来在很久之前的殖民时期 日本为了断掉朝鲜半岛的气数 让他们永远无法翻身 他们直接找来风水大师 将很多铁装定在了这个国家的命脉上 当时有一些铁血团的成员得知此事后 纷纷自发组织寻找铁装的位置 并准备拔掉它 老崔在寺庙里发现了铁血团曾用过的铁稿 上面还刻着奇怪的文字 他推断志龙祖坟所在的地方 可能就是埋藏铁装的位置 怪不得志龙的爷爷作为亲日大寒奸会被埋在那里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老崔独自一人重新回到了墓地 如果真的能挖出铁装 这对国家和人民绝对是好事一件 但他没想到的是 刚啊没多久就被拖入起来的一幕给吓坏了 与此同时 花林在医院之中 对昏迷的凤吉做起了法事 花林询问他主人是谁 只见凤吉冷冷地说道 当老崔回来后 得知凤吉被邪灵入体 他也把自己的发现讲述了出来 其中就包括定住国家气脉的铁装 然而荣根听后 根本不想去拔什么铁装 因为之前所发生的一切早已吓坏了他 他可不想去招惹什么精灵怪物 可老崔却表示 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他们的子孙后代 如果他们不去做 那么谁来结束这一切呢 况且说不定拔了铁装后 凤吉也许就能得救 经过老崔一番犀利的劝说 花林和荣根最终同意了下来 这时花林也说出了自己的推测 那个怪物之所以守在坑里 或许就是为了看守铁装 虽然他没有除掉怪物的方法 但众人可以先把怪物引开 然后再伺机拔掉铁装 在医护人员前来为凤吉的伤口 重新换钥匙 花林突然发现的怪物 似乎刻意避开了凤吉身上的经文 也就是说 如果怪物不洗经文的话 他们完全也可以利用这一点 于是在一切准备妥当后 三人用毛笔在全身上下 写满了经文 花林让姐姐和侄女继续看着凤吉 他们则提前赶到了目的 准备在天黑之前布置好一切 花林记得对方想要银鱼和香瓜 所以他打算用这些东西将怪物引到树林里 同时 几人还准备了一大桶马血 以备不时之需 只要老崔和荣根在此期间 找到铁装将它拔出 并用马血清洗地穴即可 随着夜幕的降临 准备好的众人开始静等怪物的上钩 在银鱼的诱惑下 没多久一只大手就从土里探了出来 与此同时 病房里的凤吉也猛然有了反应 他不停地动着嘴 似乎正在咀嚼什么东西 此时怪物再吃了一条 银鱼后终于走出了土坑 接着顺着花林等人设下的诱饵 走进了树林深处 看到他的身影消失不见 老崔和荣根二话不说 就冲向了土坑 开始寻找铁装 没想到怪物在吃了不少银鱼后 突然停在了那里 为了给老崔两人提供足够的时间 花林只能在暗处 利用迷烟将自己伪装成此地的山神 准备以交流的方式拖住他 有了提前准备 怪物真把花林当成了山神 此时挖了半天的老崔两人 却连铁装的影子都未看到 而花林这边因为言多必诗 已然被怪物识破了诡计 就在他一步步的逼近 花林奶奶的魂体 突然出现在了身后 借助双方对峙的功夫 花林迅速跑了出去 可他刚走没多远 就迎面撞上了出来探查的荣根 还不等两人说话 那怪物再次化作了一团鬼火 冲向了天际 而见到这一幕的老崔猛然意识到 难不成所谓的铁装 其实就是眼前的怪物 花林二话不说 就把准备好的一桶马血 拖了上去 指一下怪物就痛苦地向后退去 而病房里的凤吉 突然也冒起了白烟 痛苦不已 当花林两人准备查看老崔的情况时 不曾想反应过来的怪物 直接一把掐住了他们的脖子 将两人提了起来 事后老崔也被紧急送往了医院 但他受了那么重的伤 花林两人也不知道他究竟能否平安地活下来 命运最终还是眷顾了这个倔强的老头 让他幸运地活了下来 这天很久未见的几人再次相聚在了一起 原来是老崔邀请他们来参加自己女儿的婚礼 看着潸然泪下的老崔 花林等人真心地为他感到高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